曾参加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的艺人徐某俊 近日在社群发文写了一封信给妈妈 文中透露自己的妈妈抗癌十年不幸过世 整封信中藏着满满的洋葱 徐某俊给妈妈的一封信全文 还是会哭还是会难过 十年了妈妈 你对抗癌症十年了 你真的好勇敢好坚强 为了活下去一直忍不住 忍受各种治疗 很想跟你说这十年来 我每一年的生育愿望都是要你身体健康 你每次都跟我说不要担心妈 妈不怕病痛不怕化疗 妈只想陪你久一点 每次这样跟我说 我都很难过 明明重病却还是为着身边的人而活 几年前新要出来 疗程需要几百万 你就说你不想做 你觉得就算医好了 你身体状况也不会再去赚钱 还要花这么多钱 妈妈想留点钱给你们 我跟你说我以后一定会变得很优秀 钱不重要 但如果你不在了我的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虽然最后效果不如预期 但很庆幸我们努力了 我们没有留下遗憾 也因为这些是我们变得更爱对方 在妈妈离开前我很确切的知道 妈妈知道我有多爱她 这几年来我工作完收工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你 每一次医院的报告出来全家就好像是开讲一样 每一次坏消息的时候 你都看起来好沮丧让我好心疼 但你看到我第一句永远是不要我担心 都是关心我吃饭了没 有没有睡好 在你身边我就像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 还是会想知道妈妈你那么善良温柔的人 到底为什么要带走你 到了最后你都不太能说话了 还一直担心我会不会因为陪你睡不够 要工作的话就早点回家休息 不要待在医院 你对我的爱这么深 害我在你离开后的每一天都过得好辛苦 每一刻的呼吸都如此困难 没有一刻不是在思念你 我们有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基地 两个人的秘密 你是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 有好多事想要做给你看 有好多事想要你一起陪伴 你离开好像全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 要怎么跟你道别 我可能真的永远都学不会 你离开前一天我跟你讲述着 从小到大的好多故事 你微弱的跟我说我舍不得你们 我最爱我弟弟 我都忍不住在你面前窥题 答应你不要哭了 但写到这里又没有遵守约定了 每一个字都写得好困难 妈妈我真的舍不得你 每一个晚上都把家里的灯开得亮亮的 就是希望你可以回来 一定要告诉我你在那边过得很好哦 你在医院的最后26天 我很感谢那段时间全家人都在一起 跟你讲了好多心里话 那是我最珍惜时间的时候 发现爱可以到这种地步 会是我最痛苦也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这接近30年的时间真的太多故事太多回忆 你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 我都会去帮你完成 都会写信让你知道 你留给我的东西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 谢谢妈妈从小照顾我长大 教会我一切的事情 让我变成一个这么懂爱的人 妈咪相信我们会再见面的 不管是来世还是在天上 还是在哪里 我们都要继续当母子 我失去你 但我从未失去你对我的爱 以后我如果有女儿 她的英文名字也要跟你一样叫Helen 真的会很想你 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要回来告诉我你过得好不好哦 我爱你妈妈 永远都爱你 我们天上见 我爱你Always Remember 让不少网友看完后全流泪 而好友们也纷纷在留言处安慰她 替她打气 明天下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